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小猪佩奇的变色厨房玩具 让我们一起来跟小猪佩奇做一顿美味的大餐 打开包装之后,这里面有很多厨房的零部件 这里还有一个灶台 让我们一起来动手组装一下这个灶台 这里有个旋钮,可以用来点火 右边的抽屉还可以打开 里面可以用来装冰水 这是草莓的装饰板 这个厨房玩具还有很多调味料 这是盐 还有一瓶番茄酱 等一下我们可以用来做意大利面了 这里还有一个酱油瓶 按下上面,酱油就可以倒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草莓形状的锅 可以用来炒菜 组装好了 先往抽屉里面加一些冰水 这里还有两块冰块 好冰啊 让我们来加一些调味料 首先是加一些番茄酱 然后再装一瓶酱油 酱油也装好了 开始来做大餐了 首先来煮鱼肉 把鱼肉放到锅里 再点火 哇,香烹烹的鱼肉快要做好了 再来加点酱油吧 香烹烹的鱼肉煮好了 加了酱油的鱼肉 看起来更美味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煮一下西兰花 再加上一个肉丸 嗯,闻起来好香啊 再加一点酱油 把它们装起来 乔治还喜欢吃面 让我们来煮一个面给乔治 面上面还有蔬菜 做好了 让我们来加一些番茄酱 美味的番茄酱 意大利面就做好了 赶紧拿去给小猪小制吧 美味的大餐终于做好了 佩奇和乔治已经忍不住了 乔治喜欢吃鱼肉 让我们来把鱼肉喂给乔治 佩奇喜欢吃蔬菜 让我们把西兰花喂给佩奇 轮到乔治最喜欢吃的 番茄酱意大利面 好像味道有点淡了 是不是忘了放盐呢 佩奇才想起来 做意大利面的时候忘了放盐 那你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 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